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随着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下令 允许各地联邦检察官对据称在大选中出现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特朗普死抗大选结果的腰杆似乎更硬了 正如他所讲 大选还远远没有结束 面对拜登和民主党的登基之路似乎还非常漫长 特别是 如果时间来到明年1月20号 特朗普如若拒绝离开白宫交接权力 那将会发生什么呢 这件事没有历史可循 因为在美国成立的244年中 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在竞选失败后拒绝离开白宫 权力的有序 合法 和平交接是美国民主的标志之一 因此 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 这种新局面在美国引发不安 这也给分析人士带来挑战 要考虑从前从未设想过的情境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 现任总统任期将于1月20号中午结束 拜登赢了足够多的州份 保证他获得了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因此 他能够在未来4年担任总统 但特朗普可以用合法资源挑战投票结果 比如 在不久的将来 法院出现戏剧性的转变 他可以证明选举中存在违规行为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再进行无端的毫无证据佐证的指控 那明年1月20号就是新总统的就职日 特朗普可以成功续筑白宫 反之 如果经过一番折腾 还是未能反转当下大选结果 那这个时间也就是特朗普必须卸任的日子 特朗普在整个竞选期间都警告 他不会接受败选 他一再表示 无论选举机构怎么说 他都决心继续掌权 称他败选的唯一可能是选举被窃取 因此 美国开始讨论 如果特朗普兑现自己的话 继续试图掌权 美国将会发生什么 在选举中 甚至拜登也讨论过这种假设 在6月11号的一次电视采访中 主持人特雷福·诺亚问拜登 是否考虑过特朗普败选后 拒绝离开白宫的可能性 拜登直接回答 是的 我想过 并称 他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军方会阻止他继续执政 并将他逐出白宫 根据先前经验 护送特朗普离开白宫的任务 可能会落到美国法警或特勤局头上 特勤局是负责总统安全的机构 它也有保护所有前总统的法律义务 并将在明年1月20号之后 继续保护特朗普 如果出现最极端的结果 特朗普坚持拒绝下台 可能有必要评估 安全部队对总统的忠诚度 曾有记者询问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国家安全政策和法律专家 拉德希尔 特朗普试图动用 国家安全部队非法执政 是否可行 拉德希尔表示 对于一名总统来说 在明显败选后 滥用总统权力继续留任将很困难 并会破坏重要规范 并且 这将对美国和全球民主 未来造成巨大损害 所以他认为 特朗普得到安全部队的支持 紧握总统权力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 在特朗普任内 他曾经有过想要动用军队 为自己办事的先河 可惜他失败了 在今年年中 反种族主义运动 引起的社会抗议中 特朗普考虑部署军队 驱散示威活动 6月5号 纽约时报称 米利将军说服特朗普 不要援引1807年的叛乱法 动员美国现役军人平息抗议 该报称 一些美国军官说 即使总统下令 他们也不会越线 最终 特朗普下令派出国民警卫队 国民警卫队可根据情况 在总统和州长的授权下行事 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 非军事安全部队成员 也参与了遏制华盛顿 波特兰和其他美国城市的抗议活动 因此有人推测 在选举引发的危机中 特朗普可能会下令部署 一些非军事武装人员 但是 如果武装部队并不因总统的政治生存 而任其派遣 很难想象特朗普能继续执政 如果特朗普拒绝卸任 最令人担忧的还有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暴力冲突 各路专家学者都预计 如果权力交接不当 将会导致美国进入严重的内乱 近几个月 在美国不同的城市 全副武装的示威者 表达对总统的支持 还有这些城市街道上 也出现了激进反对团体 他们中 有些人也携带武器 这也在提醒 美国当前政治紧张局势中 发生潜在暴力事件的可能性 刚刚败选的特朗普 或许很难接受这个结果 希望经过司法程序的判定 给本来就深陷疫情漩涡的美国 带来一次平稳的权力过渡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